在兩個人的關係裏面 舉個例子 我們剛才所說的一個拍拖的關係 有些是拍幾個拖 一個男友有幾個女朋友 一個男友可能是有家底 或者是有錢 也可以在生活上照顧一下女朋友 這樣的關係之下 如果女朋友說我生氣 或者男朋友扔我 我現在不高興 覺得他給我錢 他現在不給我 我又不高興 其實可不可以掌握到錢 如果男生是直接的 非女生 因為沒有結婚 就不可以掌握任何錢 但如果女生是好朋友 但又幫男方生了小孩 雖然是非婚生的子女 但現在的權利都是 分生和非婚生的子女都是一樣的 所以女士可以代表小孩 去法庭申請要求男方 給予小孩的事項費 另外一個情況 就是不是非婚生的 而是正在照顧她 有些可能是照顧很多年 但不幸過世了 可能又真的很不幸 男士不幸 男士過世了 亦沒有立定任何遺囑或平安寺 那女士可以怎樣呢 其實這裏可能有少許機會 如果女方可以證明到 在男士在生的時候 一直都有照顧女士 換句話說 女士是依靠男士的 是depend on 男士的話 那女士可以在法庭上 申請在男士的遺產中 由官方看回所有的情況 給予一個合理的遺產的一部份